连日来的闷热潮湿 导致原定的葡萄节延后举办 我还说带你们参加葡萄节呢 陛下哥 告诉青崽快来基地 走吧走吧 葡萄节先放放 碧秋发话了 看来基地那边需要帮助 我们快过去 老大你停了没有人 今天吃葡萄补充能量 老大 葡萄就在前面了 我看见好多葡萄园 可别再下了 这讨厌的雨 目标葡萄园 记性坚 低手 今天除暑 我和丽春姐尝试重新开启节气衣 成功了 差一点 所以我们想让青崽和平洞 用节气手滑再试试 午后相依节气归位 加油 快出来 我记得 叔叔弟弟喜欢劲爆的舞蹈 和激昂的音乐 我们可以试试 我知道了 老哥带DJ 有座呀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叫舞怎么能少了舞王我 完了 兴奋的舞蹈 好困啊 不想动 我需要休息 那我也睡会儿 我想吃葡萄了 这食物应该熟了 我知道哪有 你们先去 我们随后就来 他们怎么还不走 葡萄挂果了 新烧得摘掉才行 嗯 节省新烧生长所需的养分 让葡萄果实长得更好 不过新烧是摘了 可这天气说不定还得下雨 葡萄裂果又得增多了 别啰嗦了 还有很多没弄呢 早点干完回家 老大 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我们去帮忙 让他们早点干完 早点走 去 去 去 心烧都摘好了 这谁帮我们干的 做好事不留名啊 这下可以回家了 干了这么多活儿 收点劳务费不过分吧 我也要 我也要吃 老大 好吃吗 还行 正好吃 怎么感觉 地兽吃的跟我吃的不一样 都是这可恶的天气 看我不灭了它 老大 不喜悦我 这吃的一点都不爽快 老大 凑合吃吧 要是再下雨就更糟糕了 神器都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大风来 大风来 吹走闷热的阴天 拯救葡萄 您兽的神器怎么在这儿 灵下 老大 我们用神器当幼儿 埋伏精灵 不行 神器太重要了 不过刚才神器召唤了雷电 精灵们肯定会过来查看 埋伏他们一波 都是好主意 嗯 刚才这里出现异常雷电 小心 这不到能量很足 我现在不困了 而且连烈果都剔除了 真是太贴心了 你俩下嘴也太快了 还没复唱呢 就知道你们会上的 我们悄悄过去看看 年兽 等我吃饱了 一口气吹飞你 你们精灵呀 干啥啥不行 吹牛第一名 男兽 最后再跑 我听一次 快 机会 赢 蝙烊 赢 赢 监 准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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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偷袭的是你们 炎阳 树草交方 玉灵掌 强化 快打断立东的技能 看我的 来 点雷 满天秋夜 冲草 又被年兽跑了 年兽乱用神器 现在窝云更多了 放心吧 交给我 雲从龙 风从虎 树草交方 我 炖 哇 天晴了 天晴了 每年公历的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期的第十四个节期 除蜀 除蜀 除蜀就是初蜀 炎热离开的意思 除蜀以后 气温逐渐下降 此时的葡萄干美多汁 冬瓜 花生 梨子 莲藕 也正值采收 田间需做好浇水 施肥 除草 除草 防治病虫害等管理 除蜀是畅游的好时节 但天气冷热变化比较频繁 要小心感冒 肠胃炎等疾病 这段时间可适当吃些清热润燥的食物 比如芝麻 蜂蜜 银耳 莲藕 大家记住我了吗 我是除蜀精灵 再见